大家好,我现在在恒宝广场 恒宝广场是位于多宝路和保华路交汇的地方 刚刚我搭地铁1号线来到长寿路站 长寿路站在恒宝广场有一个出口 我是在这里上来的 今天我想拍一拍多宝路 其实一个月前我拍过多宝路 当时是西关封城街多宝路 但因为多宝路有一段路 有一段路封闭了施工 封闭的地方我有一些没有拍到 有网友提出希望我补拍一下 比如有些关心民居可能没有拍到 叫我拍一拍 我答应了他们 现在我在多宝路向西方向 这一边有一段路封闭了 这间多宝路24号院221号 这间很有名的 已经列为历史文律了 这里有一个车站 这里有一个禁止堂食的标记 我特意拍一拍 对面那边 这个上次我拍过一件事的餐厅 现在这里有一个禁止堂食 一个公告 公告是4月14号出的 今天是4月18号 看到他还是继续禁止堂食的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全部 可能是这几条街 比如多宝路防源路 因为这一段时间 14号那几天 这一段我看过报导 这里可能有几宗阳性 可能街区有部分封控 所以这里当时也挺紧张 禁止堂食的地方 我今天来到看 你会发现它还是禁止堂食的 但是实际上 今天已经开始松动了 已经 这一间旧民居的历史文物 200多个 这里一间 每次来我都拍一下它 今天开始 就已经是很多 比如白云区 比较严重的白云区 和那个 潘雨区 都有很多 原来风孔的街区 放松了 有些公交的线路 和一些堂食 全部都恢复了 今天就公布了 我不知为什么 多宝路今天 这里的堂食还是什么 但是我看到的商店 基本上都开 都开了 这里有一间 当时一月前我拍的话 很可惜这一边就少了 其实大部分历史民居 历史保护的单位都在这一边多 走几步就见一间 199号 已经有部分封闭已经拆了 但是仍然有很多都在 这里都在违离 193号 这一排都是历史文物单位 191号 这里的风违离了 挖了一些东西出来 都堆在这里 189号 今天是星期一来的 天气就不是那么好 有点凉 这里是保兴新北约 一条街 是埋石街 地下馆道的 很大 所以地下滑得很深才可以 可以藏下去 185号 183号 181号 这次多保路我主要拍一侧 即是靠近北边一侧 这里这间又是很有名的 一间文物单位 这是意大利的 这些支柱 这些中西合璧的样楼 这间是179号 整条多保路我上次拍摄的时候 我都说过 整条多保路有无奇楼 是有的 所以当时的规划是怎样呢 我当然就不知道 但是整条多保路无奇楼 这件事 它应该就 原来就规划好了 是有的 不同的 好像印铃路 和龙津西路 全部都是奇楼的 来的 刚刚我走过的那条路 就是逢源路 现在就过了逢源路 走过来这里 这里有一间超市 这间超市的门牌 是173号 对面一间大众面馆 很多面馆的 在这里 这间的名字是金大福 这个门面也挺好美的 刚刚拍过那个小的门面 它是完全是 那些 一看就知道是 过百年的那些 那些旧楼 旧楼 163号 163号 161号 这里 就是这里 161号 现在应该是一间 培训练的 培训机构 就是教授 学琴 一类的 培训机构 159号 161号 161号 门口还要保留 托楼门 很有 古色古香的特色 里面是一间房 像学琴 我走过对面 来远一点拍一下 161号 并不在 上面也拍不到 继续在这里 这里又违离了 连人行道也违离了一半 并不在 都不知道请你几时 157号 155号 153 这里是保园社区的肉菜市场 这里是保园社区,今天是星期一 地下管道都放在这里 到时会埋在路面底下,很粗 这应该是水管 今天天气阴,有点微雨 这里是147号,炆度大概是18度左右 但有点凉 141号 先帮我搭地铁过来的话,在地铁都不觉得很紧张 但是入门的时候,跟以往都很严重 商场进出都要查询 主要是查询行程码,有没有去哪里 最重要是看你是否在皇马 所以这件事就是,我说过六马就出行路了 如果你是皇马,你自己自动自觉 不要出门才行 因为去到哪里,你都过不了,搭地铁都入不了 搭巴士,你又不让你上去 入商场呢,麻烦你不要入客 我本来不知道是禁堂吃的 幸好我吃了东西才过来 而且我都会查询行程码会不会变黄的 基本上是没事的 在这里,我刚刚有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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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禁堂吃都是一些个别街区 它不会是整个区 就好像海珠区,有些街道 可能属于风控的某条街 或者某个街区 禁堂吃,禁堂吃一般是几天 就解封了,就不会是整个区 这里是一个巴士站 因为它一禁堂吃的话 对那些食肆影响到挺大的 因为很多人如果是想到街上吃饭 或者怎么样的话 它会减少消费 可能在网上或者自己煮 所以那些食肆的话 当然很希望尽快恢复 那些食肆的话,当然很希望尽快恢复 这些食肆就会是一般的 都公炒一点 很多人都想要搽一点 在这些食肆里难充 在这里 外面也不会有人 在这个食肆里难充 就是 document的 就是做了 再来拍摄 这些食肆里难充 或是육手来 这一个食肆里到 ,在这里 这些食肆里难充 一间饼家,面包店,西饼,每次来都看到,一间饼家都很大,每次来都见到很多人 110万 110万 前面就是龙津西路,再向南就是恩宁路 这里的人楼多些 左边那边就是恩宁路,一路上去恩宁路 这边就是龙津西路 龙津西路由这里可以看到,全部都是骑楼,恩宁路也是 好,多谢观看网友支持,多谢